历史二代酷睿的正式发布还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但在此之前 英特尔也已经开始对样品进行了测试 而从目前所泄露的跑分数据来看 其不仅相较于11代酷睿也就巨幅的提升 而且也轻松战胜了AMD Z3价格的锐龙5000系列CPU 至于实际的性能表现究竟如何 下面就请跟着超级客 来看看吧 其实用不着多说 大家都明白 推出仅一年之久的11代酷睿已经成为了英特尔的短命鬼 当然其在面向移动单领域时 实际表现也是可乡可点 但这并不影响12代酷睿L的类克的推出计划 而从前段时间英特尔所展示的架构细节来看 12代酷睿将会基于英特尔7 也就是10nm Superfine公寓打造 并会是首款采用Big Light混合架构的桌面端处理器 同时还将拥有X86内核 以及性能核Golden Curve和能效核Grace Mountain的大小核设计 最高规合为16核心24线程 除此之外其还有一些用于IO控制的专属模块 以及基层XE架构的GPU核显 并还将首发支持DDR5内存 以及PCI5.0协议 而从这些参数上不难看出 12代酷睿L将会是英特尔有史以来 得了最足的CPU 至于实际的规格参数方面 目前也有了部分曝光 具体来看 首先是旗舰款的i9-12900K 其有8个性能核 加上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24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5GHz 最高锐频5.3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为3.7GHz 最高锐频3.9GHz 而L1级指令缓存为32KB乘12 L1级数据缓存为48KB乘12 L2级缓存为1.25Mbps乘3 L3级缓存为30Mbps TB功耗为125W PL2短时功耗为228W 至于实际的性能方面 从目前Geekbench 5所曝光的跑分数据来看 其单核得分为1893分 多核得分却达到了17299分 相比目前AMD R9 5950X 其单核性能强上了12% 多核性能强上了3% 但如果要与11代旗舰i9-12900K做比较的话 那i9-12900K的单核性能提升了2% 多核性能更是提升了57% 看来多线程能力一直吃亏的酷睿处理器 现在总算是被英特尔找回了一些颜面 然后是次旗舰i7-12700 其有8个性能核加上4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2核心20线程 但由于是工程样品 目前仅被识别为8核心16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4.7GHz 最高锐频5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为3.6GHz 最高锐频3.8GHz 而L1级指令缓存为32KB乘8 L1级数据缓存为48KB乘8 L2级缓存为1.25Mbps乘2 L3级缓存为225Mbps 但TDP功耗和PL2短时功耗 同样分别为125W和228W 而在GIGABAN7-5的基准测试中 其单核得分为1763分 多核得分为11895分 相比AMD R7-5800X 单核性能强了约6% 多核性能则强了约15% 同时对比11代酷睿i7-12700K 也分别领先了3.5%和21% 表现情况与老大哥如出一辙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还仅仅是不带K的i7-12700普通版本 如果是超频版 那整体的得分 估计还会强上不少 最后则是大家最关心的主流型号i5-12600K 其中6个性能核加上4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0核心16线程 其中性能核全核频率为4.5GHz 最高锐频4.9GHz 能效核全核频率为3.4GHz 最高锐频3.6GHz L3级缓存为20Mbps TDP功耗为125W PR2短式功耗为228W 然而在性能方面 目前并没有成绩得以曝光 但根据WCCFTIC的消息指出 i5-12600K将会作为12代酷睿的主公型号 其在性能上会比肩R7-5800X 但售价则会看齐R5-5600X 也就是在260美元左右 约合人民币1690元 试想一下5600X的价格 就能买到5800X的性能 谁不想要呢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估计12代酷睿i5-12600K将会买不到了 至于原因嘛 别问 问就是性价比超高 当然除了以上的型号外 据推特用户Kumaki表示 目前英特尔也已规划了12代酷睿的KF系列 也就是不带核显的版本 共计9个型号购玩家们购买 但现在来看 想要用上12代酷睿i更换主板 将会是首要条件 而从英特尔所公布的细节表明 600系列的主板将会支持DDR5-4800内存 以及PCIe 5.0协议 同时除了会推出面向与主流玩家的Z690系列以外 其还会有X699 H670 B660等多达11个型号的主板 看来这次的英特尔是真的打算一学前置 最后12代酷睿i将会于今年年底推出 大概会在11月 所以想要更换硬件的朋友们 可以先等等了 准备感受一下来自英特尔夜色的吸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印象 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RG强 我们下期再见